男子在狭窄旧城區 巷弄突然一陣摇晃 整片石墻崩塌 他从粉尘中逃到大街 摩洛哥6.8强震 瞬间新画面曝光 马拉克时居民吓坏 街头乱窜 白天一看 城镇面目全非 地牛翻身 不少偏乡几乎灭村 黄金救援时间72小时 倒数计时 救难人员和时间赛跑 除了听声器 生命探测器 热成像摄影机 全都派上用场 要寻找生还者 但至今多数重击巨人 难以深入重载区 随着救援时间 越来越紧迫 没救出一名生还者 大大鼓舞现场试气 不过还有灾区 等不到器材 只能徒手挖掘 直升机抵达部分偏乡 载运伤患到都市医院 接受治疗 而陆路交通 则持续抢通当中 摩洛哥政府现阶段宣布 接受西班牙 英国卡达和阿拉伯 领和大公国的协助 不过包括法国和美国 也有意愿伸出援手 TVBS新闻透不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